好,我來 其實我是解釋有點問題的 你們可以把這一頁 你們這是要蓋幾個館出來對不對 對啊 好幾個館 你們設定的那個 位置是在哪裡 基地大概在哪個地方 靠海的地方 靠海的地方 這一組是 他們很快就進入他們的那個主體介紹 所以一開始我是有點聽著有點 應該在做 文化人跟我們一樣聽著 一開始聽著無沙沙 對 就是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想要做什麼行業 就是要一直聽到後面才慢慢發現 哦,人家要蓋館 要蓋館讓人家進去裡面體驗 好 好 那他們的地圖原則上是長這副模樣 所以他們是主要是 Costplay吧 對不對 類似Costplay 就是我會換裝可以去玩 然後再來就是 歷史博物館 類似像 好像有點像那個 台灣歷史博物館台南那一個 你們有出過嗎 就是 哦 這是Siri在回應我的意思嗎 應該是 應該是我跟他講話去啟動 我Siri 然後他聽到我講話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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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不能怪你 我的手機有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 跳出那個Google助手來啊 就會直接跟我對話 好嗎 他那個是有聲控使動的對不對 有 你們要叫什麼 要叫他什麼 OK OK 我的也是啊 我沒有講話 然後他就自己跑出來 然後我也是 我有事來問他說 我殺了人該怎麼辦 他叫我去買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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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齁 所以你們會有一個類似 歷史博物館 他什麼概念 對不對 他會有神社 餐廳 餐廳是吃飯的地方 所以剛才餐這裡 才會有一個自然的疑問 為什麼要住下來 對不對 為什麼要帶住出去啊 所以這 這一組的概念 我認為 理念的提出 可以再更完整一點 怎麼說呢 就是他本身的這個地方的吸引點 或者說 如果他是夠豐富的 就不會去 人家就不會去問說 為什麼要帶住出去 你知道嗎 像剛才那個吃我火鍋犬 他們那一組就不會去談說 談說要帶住出去 為什麼 因為人家不會坐下來 那是餐廳的概念 這個是一個 我們的內容要再提供更多一點 另外這一組 有一個地方的請 就是他們有沒有做 類似 威脅點 或者是 風險的那個提供 所以他要吸引投資客的話 我們還要再做一下 剛才尤其是剛才 就是挑到那個 預算的那個部分 那一頁 好 請你們 請問他多少錢 那一頁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比較不嚴謹 雖然他們後來只有算出 他們總是成分 但是你看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成分 其實算是比較 像阿薩布魯格有十萬 這樣這個部分 可能要知道 因為你們如果說 講是要把 在場的人 當成一些投資客 來稅補的話 是必須要具有稅補力的 不過來 我們往前挪到那個 和埔體驗 或者是 和埔體驗那裡 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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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雖然沒有弄到 比較好的圖片 然後 我覺得這個東西 倒是一個吸引 因為 你好像找不到 一個地方 可以讓你 一直換裝 去拍照 那個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他們的機會 很難 如果我在 我是他們的主演的話 我就會強化 強化這一個部分 尤其是那個 剛才那個 和埔體驗那邊 你跳到他 和埔體驗 你看 這張曲就很吸引人 尤其是 女生 有時候看到說 我如果可以在一個地方 在一個館裡面 花一筆錢進去 會在裡面 一直 公開換衣服 不是 你的思想有點問題 就是我可以在裡面 換上這種美美的衣服 然後出來拍照 在裡面有很多那種景點 可以拍照 你想到會覺得 對啊 可是我那種 對不對 就會有一種 就感受上來 輕容 你男生也會啊 像比如說 男生不是那個 有一些 有一些那種 俠客的服裝 其實很帥 刀劍神域那種 裡面那些 帥翻了 被 奶綁倒這樣 對啊 啊你就可以 換出 穿這樣的服裝 比如說 男女朋友啊 行李啊 就像這樣 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這個概念 其實也是不錯 是不錯 尤其是如果把這個 把這個概念 跟 吃火火鍋拳這個概念 把它再結合起來 穿成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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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今天這三組 老老都能跟我合作的機會 對不對 穿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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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你 你是要選 爆漿水 爆漿肉沙包 還是要當水晶蝦 還是要當水晶蝦 還是直接把你用一個 造成蝦子 造起來變蝦蝦就好 所以其實他們這組的 某些概念的部分 真的是很吸引 只是可能在製作簡報的過程中 他那個 企劃能力 或者是說服 說服的那個 那個簡報 或者是時間比較 怎麼樣 時間比較 我們做簡報的時間 比較不夠 比較不夠 他們做簡報的時間 比較不夠 所以如果說 給他們多一點時間 去爆漢的話 很好 那個下個禮拜 還會有另外的三組 你們算是比較得念多 你們可以利用 這一個禮拜的 他們的報告去訓 不過我覺得 這個禮拜的嘗試 三組都有做出嘗試來 但各位可以發現 其實 以他們這三組 一組製作水底 以婚紗攝影的概念 視覺性 有關係 視覺性 第二個 是從什麼 從食 跟晚 做出發 親子的概念 做出發 這個是有吸引點的 那第三組的吸引點 我反而覺得 在視覺上的那個吸引點 是很不錯 這三組在 至少在我們的 新產業型態的 部分來講 都有做出很不錯的嘗試 那我們給這三組一個掌聲 好不好 好 那下個禮拜的第一組是誰 我們 第二組是誰 對 那你們是最後 天啊 我們先用完品做結束 好 那 下個禮拜報告完了之後 我們下下禮拜就要 趕出海報了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兩個禮拜 你們已經 報告完畢的 組可以開始 把你們的海報產出 好 海報產出不用 不用太有壓力 你就做出來之後 反正那天是 靜態產出 就看著 你當然 人家看得懂 是最好 看不懂 反正我們就是 有一個產業的掌揾 我們自己課程內 都已經知道你要做什麼 我相信你掌揾出來之後 我們 主內的人都 我們課內的人都 看得懂 但是外面的人 看不看 我就看你們 我們要拿去外面 要 中的 對 我們要中的外面 展示出來 知道嗎 好啦 這樣時間就交給各位了 好 好